可以从很低的收视率都可以做得很好 世界一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看 我是第一个做世界一周的 早安你好 纵横中医 开始收视率也不怎么样 总是每一次上帝就会通过我们的手 来成为一个祝福 成为一个荣耀 所以我就临修了 我才去上班 我常常挑战他们 可能也包括你们 我这样子都可以临修 12点睡2点9个字起来 我就临修 你有什么理由不临修 你有什么理由说你没有碰 你比我忙 我做早安你好的时候 我的孩子都非常的小 我的忙碌到什么地步呢 一天睡两三个小时 有一天我回到家太疲倦了 我睡觉 傍晚的时候我要起来 我的心跳非常的快 呼吸很沉重 心率是很紊乱的 我前面一片黑暗 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我不知道说你有心脏病爆发的人 猝死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很辛苦很辛苦 好像要断气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那个声音 他跟我说 妈咪我要喝奶 他推着我 就是这个声音 我的老二的声音 我很努力地睁开了眼睛 醒过来 过后我去做健康检查 医生说 你辞职吧 我辞职 我辞职公司留我 所以就让我去做别的节目 就是保健节目 给我比较健康 但是后来我的身体 也慢慢地调回来了 这是灵修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灵修的话 今天开始 或者明天开始 今天已经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上帝的话语 明天开始 你就把你早上最好的时间 给上帝 好好地灵修 而且不要 不要很快地 这样扫过去就算了 然后就 我已经灵修了 不是的 每字每句 如果你能够大声读出来更好 为什么要大声读出来 你知道吗 大声读出来的好处是 第一 你比较不容易忘记 人年纪越大的话 常常说会失忆嘛 对吧 很多东西记不得 所以你要大声地读出来 这是一个好处 加强你的记忆力 第二 你家人会听到 他们没有灵修 他们也会听到你在灵修 第三 我们的口舌 是带着力量的 它能够操控全体 以至于你纠造的环境 这是瑞士的科学家所发现的 The power of your tongue 所以你在读上帝的话语 和祝福的时候 他的能力通过你的口 再宣告 你觉得你能改变世界吗 你可以 听到还要去行道 这些年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 我们都很努力的 要去结果子 不为 真的不为自己 说实在的 相较于在电视台 得到的那种 巴结 吹捧 等等 那种很虚荣的东西 我们在这边的服饰 真的是很脚踏实地的 所以这些年 我们都很努力地行道 因为也担心说 每个人不知道 你的明天是如何的 你今天不去做的话 有些时候可能来不及 像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有个朋友 我们总觉得 有机会跟他传福音的 所以也不着急 可是有一天忽然间 听到他就这样死了 所以很后悔 也是那一个后悔 导致我们现在 都比较积极地去传福音 另外也是我常常 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 很重要的 特别是 可能艺人圈子 我们接触的也比较多 你不要看艺人表面很风光 又拍这个又拍那个 有时候在收入是 很不稳定的 那我观察在基督徒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十一奉献呢 他们就会说 没有了 我说没有了 没有啦 奉献带经过的时候 这样放几块钱进去了 我说你要做 要做 要十一奉献 我说当然 而且怎么做呢 他们说是不是扣掉了 我们CPF吗 我们有CPF 你们有CPF吗 有 扣掉CPF 扣掉车费 扣掉火食费 扣掉那些bills 账单 然后剩下的十分之一 给上帝对吗 我说 如果你是怎么样 跟上帝斤斤斤计较的话 那你真的不能怪上帝 跟你斤斤计较了 对不对 这是很多年前 我跟他们做的分享 今天 我看到他们的整个经济情况 大大的改变 他们 也能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了 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做这个十一奉献的话 今天 刚才错过的话 底下私下可以找陈牧师 这件事是我跟他事先没有共通的 他没有跟我把杀说 要提醒你们做十一奉献 你们的牧师真的很好 很良善的一个牧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基督徒都没有缺乏 我们的大牧者 他是我们的好牧羊人 他是不会让我们缺乏的 你不会不够的 如果你真的有不够 就是因为你给他 给的太少 在 这个东西 爱仇敌 是我本身的很真实的经历 我们可以爱我们爱的人 我很容易 爱那些不讨厌我们的人 也很容易 但是要爱那些伤害你的人 而且一直不断的伤害你的人 难如登天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 还有一点点的疙瘩 或者是劫在这边还没有劫的 我今天就来劫你的劫 我到两三三四年前 我才学会什么叫做爱仇敌 我刚刚出来创业的时候 碰到一对基督徒夫妇 好朋友 合伙 但是 钱我都没有拿到手 赚的钱我都没有拿到 他们坑光了 坑光了还 污蔑我 又说我被轮奸等等 你可以想象吗 有这样的人 怎么去爱他们呢 可是上帝 就是要我们学习 用他的爱去爱 不可爱的人 这些人 简直太可恶了 但你还要学习 去爱他 你为你的仇敌祷告吧 把最好的都祷告给他 你认为什么东西最好的 其实你最想要的 或者是 对他最有帮助的 你现在开始都为他祷告 他得不到的话呢 上帝就给你 但是你不要故意 祷告上帝给他 钻石啦 大房子啊 什么 我们务实一点 先求他的灵魂得救 这个我就不说了 在这边 因为我对你们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很可爱 很亲切 但是呢 我对你们 其实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看你们 应该也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说了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新朋友 我也想跟你们分享 上帝就是这么样 慈爱很有耐性的 改变了我 建立了我 使用了我 他也愿意你得救 他也愿意你来明白 他的真道 他很无私的 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拆拍到这个世界上来 为我们这些很卑微的人 这些一无是处 整天在犯错 做错事的人 死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 你领受了他的爱 只要你相信的话 你也能够领受他的恩怜 因为他能够将生命的道路 指示我们 只有借着他 我们才能够 不用去地狱 不用去遭受那可怕的刑罚 我们能够上天堂 享受永远的福乐 我今天很感恩 因为我已经半年 没有来新加 没有来马来西亚了 过去我都一直 跟团队到马来西亚 或者其他地方去演出 但是呢 这半年来我都没有进来 这次来觉得 哇 那个Jeffrey弟兄 我们掌声先 谢谢他好不好 他很辛苦耶 他要接送我们 然后要告诉我们 哪里有很特别的小吃 他都努力地介绍 真的是 就如圣经所说的 克要一味款待 他真的做到了 我相信呢 上帝一定会大大赐福给他 和他家庭 还有他的事业 Amen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 来一二三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我感谢阿爸天父 还有赞美教会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 一起来分享主的爱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 大大的兴望你们 今天开始我们也 激励我们自己 不要只是向一个人传福音 我们今年就定一个目标 每个人向五个人传福音 带五个人进来这个教会 明年这里就不够做了 又要建堂了 用我的声音 我现在把这首歌 献给你们 也献给我们 慈爱的阿爸天父 挪亚方舟 我不是唱歌词 因为我只练了一两次 如果你们会唱 就跟我一起唱好吗 会吗 会唱吗 有个声音 说天国要来临 爱会来临 大地哭个不停 故人的事情 凭什么证明 每一个人的求生 我爱你 与遗忘的重点